客家祭典当中最盛大的艺民文化祭 今年在新竹的新浦举行 全台35个艺民庙都来共襄盛举 现场除了发放平安符 祈求国泰民安 还有热闹的嘉年华游行 让人看得目不暇记 号阵响起 十几个壮丁扛着艺民爷的神教来回穿梭 展现客家文化中艺民图位的勇气 新竹县艺民文化祭开跑 骑打阵头轮番上阵 斗牛版的武师客家牛阵 只有在客家庆典中才能看到 斗着斗着连阿公阿婆也斗了起来 十分逗趣 不过看到在地阵头 一定少不了电阴三太子 摇头望着的样子的确很讨人喜欢 而结合神珠和客家元素的四公尺 巨大装置艺术也首次亮相 热闹的艺民文化祭 不只有宗教活动 也是嘉宁华会 去年正起我们交通部观光局 爸爸艺民祭列入为 我们台湾观光年历的 TK的其中一项 其实艺民祭典在每年的农历 7月20日 是为了感谢保佳卫国的义勇相名 而今年的文化祭会 一直持续到8月底 暑假的最后不妨到新浦 体验一下热闹的气氛